北鄉這處兩分半地的田平坦光 凸凸一片 眼前場景讓道農廖先生崩潰 因為地是他的 明明還沒收割 那道谷呢 究竟是誰割走到尾 道農說七月一日放水 五日準備收割 結果沒得割到 他趕緊向明代求助 並且報警 事情也在臉書社團上曝光 代歌業者跟我聯絡 說他掛不到 他本來是要掛 離我們這個地主 隔壁的第四区 那区的豆米 結果他掛不到去 所以他昨天晚上 也快去拍出所 代歌業者出面自首 割錯道了 兩廚道田距離僅一百公尺 當時也沒有称重 就是以一千八百千 算 因為他都 他都請去了 他也沒有称 差不多啦 差不多那個程度 大半年薪勞 換來消失的稻田 代歌業者最後以五萬元賠償 雙方達成和解 下期節目六月的雲林報導 製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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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製造